好的,接上一条,我们已经知道了花纹的分布啊 左右都是反针,中间是31针的月积夜针啊 月积夜针的执法图来了 同学们截图啊,先截一个完整的 好,然后再截这一部分,清晰的 同学们应该一看啊,就知道它是怎样操作的 我给它,大家先稍微讲一下啊 你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全都是正针,整个月积夜都是正针啊 突出来的花形呢,无非就是由镂空的夹针形成的啊 它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首先,你看,前边的线这样织啊 在距离正中,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位置 同学们啊,这可是三针的位置啊,三针并一针 然后这是两针,这是两针,那一共是多少 这位置,七针啊,也就是你在距离正中间的 把这七针位置留出来,在七针的这一套空加一针 这一套空加一针,明白了吗 正中间可是七针啊,因为它这是三并一 正中间一针在上,记住啦 好,这一行大家会哈 两边空加针,中间三并一 下一行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啊,我们要给它,在这位置啊 给它空加,各空加两针 然后在下一行呢,你看啊,走到这之后 前面的针数自己说好啊 然后剩下最后两针一起支 注意方向啊,然后空加针 支两针正针,又空加一针 支一针正针,然后三并一一针正针 注意了,这个中间 两个空加针中间,它应该一共是五针 它可不是三针啊 尽管它一个三针的 哎呀,这手,刚才没戏手啊 尽管它是一个三针的位置 但实际上它是五针 它只要理解了这一点,你后边就要很好操作了 急救了吗 好,按照月积夜针的花纹 我们环形一直一直一直向上支啊 这138针环形支了多少厘米呢 30厘米 就来到腋下了 这30厘米从何而来 从这个位置开始到腋下 整好30厘米 好了,我们就要开始剪腋下了啊 那么腋下怎样剪的呢 首先来说,我们在腋下的正中间的位置啊 给它一下子平收五针 这边也是五针 那么两个五针加一起 你可以直接的给它收掉十针啊 连前再后 但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要正确 实际上你只数这一侧的反针 取正中间的位置也可以 这边是啊 取反针的正中间那个位置 然后来分前后片 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完整的样式来的啊 好了,剪完这五针之后还要继续剪针啊 在斜着这个位置我们要可以好像剪一针 再剪五次呢 就这个位置 好,这两个位置都剪完了以后呢 后背也是这样的啊 正身的后背这个位置你看 它也是这样的 另外一侧也是啊 剪完之后 通常情况下我们要先织后背的啊 你剩下的所有针数向上往返往返之 一按之月积月针啊 月积月的这个针 然后总长度到18厘米 从哪算的呢 就是从我们开始剪一页下的位置 开始剪一页下的这个位置啊 就将这个地方开始算 向上一共18厘米的高度 我们把整个后背片完成就可以了啊 然后两头给它系上皮筋 等待着前片完成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前片要怎样操作呢 跟后片一模一样的啊 也是这样剪针 也是剩下针向上往返之啊 也是按照花纹 只是高度不同啊 高度我们需要一直向上之6厘米 剪完了之后啊 向上一共才6厘米的这个高度啊 我们就要再剪这个位置了啊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如果想要这种两头稍微差一点 类似于方形的这种圆领 比较舒展的圆领的时候啊 下边我给大家 把这个剪针的方法一一地摆在这儿 需要的同学要解一下图 这方便于你们以后之圆领的时候啊 可以拿来参考 首先来说 正中间我们评收一个17针 说是评收 实际上是什么 是礼物17针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省着一会儿再给他挑针了啊 如果你给他真的平收了 你再挑这一个非常明显的一道叶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给他规避掉啊 一定要给他留在支针上这17针 然后在17针的一侧 我们要每两行剪三针剪一次 每两行剪两针剪一次 每两行剪一针剪两次 好了 剪完之后 另外一侧也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啊 相互 哎呦 对称着的 明白了 在17针的左右是按照这种方式啊 来剪针的 好了 那么 剪完之后要如何操作呢 这一部分 同学们先把图解下来 下个视频我们详细讲